不用想太久 现如今的演艺圈里 仙侠偶像类型的电视剧题材最为吸引人 亦是打造人气最迅速的方式之一 与现实剧里残酷无助的现实对比 仙侠类型里的偶像剧更容易 其创造的虚拟世界也更加美好于理想化 从而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气 看小说的都知道歪歪爽剧人气最高 毕竟 这其中的剧情可以满足他们的内心所产生的幻想 城南 虽说这类型的容易起飞 可是这也是晚清春饭 据悉 对于刚进演艺圈的新人来说 他们参演偶像剧生涯的时间 最多维持在三到五年的时间 纵观历史 大部分的演员在三五年后都要靠转型 只有转型才能更好地维持人设 不然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 毕竟年轻艺人层出不穷 大部分吗 所以圈内也有例外的存在 例如 今年已经34岁的任嘉伦 倘若按其首部出演的作品 计算出道时间的话 2023年是其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九个年头了 过得好快 游记的2017年时 其失业正值巅峰时期 却转头选择了恋爱 接近到了2018年就宣布结婚 还成功晋级为一位父亲 严内 这么一位可以自称老夫的艺人并没有因其结婚生子而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 从数据上看 任嘉伦出道至今与后面代播的作品几乎清一色都是偶像剧 并且从AP人气看 还有着很多稳定的粉丝支持 可万事总有转折点 到了请君 灭剧的头条搭配上人气女神李沁 剧情也是频频登上热搜榜 别看人气不断上升 而这部剧的口碑却是惨绝人寰 豆瓣评分更是低至6.2分 随后 观众们仿佛看到了任嘉伦另一面 纷纷吐槽他一直靠着鼓舞剧吸金 失去了原有的艺人职业追求 随着舆论爆发 也让其陷入了角色同质化的问题中 例如 最近开拍的五更记就是一大亮点 从官方宣布到开始拍摄这段时间 制作团队不断搞事 最后导致李一同无奈宣布推出五更记的拍摄 此眼的消息一时惊奇千层浪 就这坏消息就已经将这部剧的剧组好感度拉到了最低 尽兴后来邢飞接了女主的角色 才使得这部剧勉强进入开拍进程 随着邢飞的加入 五更记也重新官宣了新阵容 李一同的此眼虽然很让观众们遗憾 然而邢飞也不错 他和任嘉伦的二次合作可谓是给了广大粉丝们一个大惊喜 除了男女主之外 更是邀请了古装男神演艺宽 米热 甚至还有讲新的戏份在哦 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 看到期待已久的这部人气大IP热剧五更记开播 广大粉丝们也是忍俊不禁 可谓是松了一口气 据悉 近期这部大剧已经进入开拍了 而其热点貌似并不在任嘉伦身上 反而是参演的演艺宽频频上热搜 尤其是演艺宽的妆容塑造上 一头酷炫的白发 别看任嘉伦比其年轻十岁 可实际上看颜值 却不落演艺宽 破曝组成的衣服搭配上那冷酷的白发 依旧是那具有历史性代表的英俊脸庞 很多网友评论 原著都没有他帅 当年的四大美男 即便是长了岁数 其颜值依旧能秒杀众多小鲜肉 再看看任嘉伦在五更记里的妆容 外表上显然保养得很仔细 装饰上接连基层穿搭 发型也是严丝合缝 可能是对这类型看腻了 所以在看任嘉伦的仿佛就很普通 相对于演艺宽的就显得很有感觉 虽然从这路透的图片上看 图片分辨率不是很高 挺模糊的 可以就能看出轮廓的帅气颜值 作为新晋人气女神行妃 在五更记出演女主的她 从不缺人气热度 就单单看着妆容与塑造上 远超先见六里的老套装扮 看似简单的服饰 穿在行妃娜凹凸有致的身上 显得格外的有气质 估计广大宅男看了都能撸上一发炮弹 实力派无论出演什么角色都吃香 而靠流量出来的角色 从来都将会被掩埋在历史长河中 要说古武男神的话 那曾经被誉为天涯四美的 四位古武男神不得不提 递境钟汉良 霍剑华 乔振宇和演艺宽 现在的颜值也几乎是书圈扛靶子 但是这几位钟除了钟汉良偶尔还拍拍鼓舞之外 其他人几乎神隐 这几年以来演艺宽倒是偶尔客串古装剧 不少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幻城中的《愿记》上 其实在前段时间观炫开机的古装剧《烈焰之舞庚记》演员阵容中 就出现了演艺宽的名字 但是作品开机时间也不算短 经常能看到的还是任嘉伦饰演的男主舞庚 和行妃饰演的女主白菜的路透照 行妃饰演的女主虽说前妻有不少破破烂烂的乞丐装造型 但后期既有英姿萨爽的高麻维女侠造型 还有掀气十足的白菜圣女扮相 尤其是这套浅色麻衣造型 头发上只有一根发簪 整个人却散发着出水芙蓉的气质 让人一见难忘 任嘉伦在《烈焰之舞庚记》中饰演的男主舞庚 前妻是身份尊贵的王子 后期流落街头化名阿狗 虽说前后造型反差极大 但是在看到演艺宽的路透造型后 不少人瞬间就将人家轮抛到了脑后 毕竟演艺宽曾是出了名的浓演戏男神 他的五官轮廓深邃 脸上每一块肌肉的走向都恰到好处 比经新设计的CG建模脸还要让人心动 演艺宽在剧中虽然穿得破破烂烂 但整个人散发着无与伦比的气质 银色的长发漫画感十足 在二次元发色和发型的反衬下 演艺宽本就精致的五官轮廓愈发鲜明 如果加上两个耳朵立马可以演动漫犬夜叉的杀生丸大人了 既然演艺宽的路透造型都如此惊艳眼球 不知道正片中又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 或许有人觉得网友对于演艺宽颜值的吹捧太夸大其词 在泛拍的精修美照中 所有的明星都是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存在 但是在对脸拍的路透生涂下 演艺宽的颜值依旧能打 白发飞舞中散发着属于游侠不羁的气质 从演艺宽的路透造型可以看出 剧方对于角色造型的勾勒努力在向漫画版靠拢 但二D角色和真实的人之间有很大差距 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一张堪比建模角色的雕塑脸 相较而言 演艺宽的颜值更适合现代造型 古装则更为邪美狂卷 从目前路透来看 也只有演艺宽做到了颜值还原 助续单做到了造型还原 同样是游侠乞丐的装扮 任嘉伦饰演的男主舞庚 从他所处的高度来看还原度还不错 少年的热血和路途的坎坷都能从角色脸上看到 行非饰演的女主白菜一眼看去则像个小丫鬟 和仙气十足的白菜圣女反差极大 不过任嘉伦作为当代凭借颜值出圈的古偶男神 既有演技打底也拥有超高人气 这套新造型很有热血少年的感觉 也让人一见难忘 但和演艺宽的精灵感路透照相比 还是有不少差距 不过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前辈是当代年轻演员眼中的高山 也是他们征途上新的起点 不过江山带有起点